你见过陨石吗?如果有一天你捡到一块陨石,你会选择怎么做呢? 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块陨石引发的故事 鬼作秀之,乔迪孤独地死去 一块陨石从天而降,正好落在乔迪家门口 这块石头浑远无比,内部闪着金光 乔迪好奇地用小刀碰了碰石头 石头的金光突然转成了绿色 见没什么动静,乔迪大着胆子伸手触碰石头 却在碰到石头的瞬间感到十分疼痛 这块石头竟然奇烫无比,但乔迪不肯放弃 他还想着把这块陨石带到大学去卖给教授 肯定能卖个高价,这样他就可以还清欠下的贷款了 想着想着,乔迪就兴奋起来,仿佛钱已经拿到了手一样 但眼前发烫的石头让他难以下手 为了让石头冷却下来,乔迪将一桶冷水浇在了石头上 石头冒出白烟裂成两半 只见裂开的石头里流淌着些许奇怪的液体 乔迪看着裂开的石头大喊不妙 这一下肯定是卖不出去了 但他还是打算死马当活马医 决定明天把两半石头粘起来 兴许能够骗过老教授 于是他把石头里的液体倒掉 提着石头走进了屋内 却没有注意到被倒在地上的液体变成了诡异的绿色 之后乔迪喝着啤酒看起了电视 这时他发现自己的手指头上竟然长出了绿色的草 他想起自己刚刚好像不小心沾到了石头里的液体 他准备打电话给教授求救 但又害怕教授会砍掉他的手指 更糟糕的是他突然想起刚才喝酒的时候 他似乎还习惯性地舔了一下手指头 想到这里乔迪开始慌了 他赶紧照镜子 果然嘴里已经长出了一层绿色的绒毛 而此时乔迪家门口也长满了草 草一直延伸到了陨石坠落的那个坑里 乔迪的身上也开始长草 浑身奇痒难耐无比 为了清除这无处不在的怪草 乔迪把除草剂混入牛奶中喝下 然而怪草越长越多 甚至连他的家具和房子里都长出来草 乔迪简直要崩溃了 他逃进浴室 有种跳进水里的冲动 这时他在镜子里看到了已经去世的父亲 父亲警告他不要进入水中 一旦他进入水中 这些草就会彻底失控 到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自救了 但乔迪控制不住内心的欲望 最终还是躺进了浴缸里 第二天乔迪从梦中醒来 然而一切都没有改变 此时的乔迪彻底变成了一个绿人 崩溃的乔迪决定自我了结 他艰难地拿起了一旁的猎枪 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此时门外的草正顺着道路一直蔓延 怪草正在逐渐吞噬掉每一个角落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恐怖指数一星半 《鬼作秀》是乔迟A·罗梅罗和斯蒂芬金合作完成的作品 作为革新导演 罗梅罗算是对促进现代恐怖电影做出了贡献 而至于斯蒂芬金 很多人应该都不陌生 魔女嘉丽 闪灵 肖申克的救赎等佳作都是他的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编剧的斯蒂芬金亲自出演了这个故事 虽然影片结构简单 但是寓意丰富 脑洞新颖 农民乔迪发现陨石 并梦想着一朝暴复 结果被神秘外星植物感染 最后孤独地死去 虽然是一个比较悲伤的故事 但斯蒂芬金却用一种搞笑的方式演绎出来 让人看完也不会感到后怕或者是难过 算是这个系列的一大特点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这类故事的话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再见